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网友问张学友会不会出席颁奖礼呢? 真的要多得雷曼兄弟 如果不是雷曼事件 张学友早就神隐多年 根本不会出生 雷曼事件后 然后复出演唱会 现在又推出演唱会的项目 这一辈的歌手深明宣传知道 各种原因 如果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得奖 张学友现身 乘数很高 第二首有可能入围的 会是泳姨的《荆棘海》 走情歌路线多年 半红不黑 转黑暗歌佬 替她杀出血路 形象和歌佬都立即鲜明了很多 我就看好这一首 鄭欣怡怎样都会有奖 老实说 现在有名气又有播放率的歌手 其实不多 女歌手更甚 鄭欣怡不可能没有奖 问题是哪一首拿奖 先哭为敬 比较像一些拿奖歌 我就买这一首 男团一定有 没有的话太小器了 2021 我重拾港台下午的节目 都是最近的事 所以对她们今年的作品 不太认识 所以没办法去选一首 交给大家 以上 都是我觉得 机会很大的名单 以下 纯粹个人喜好 冯允谦和胡鸿军 都有机会得奖 我希望冯允谦是恩爱之罪名 我超喜欢 但不像会得奖的作品 胡鸿军的整身 最接近我喜欢的音乐 但两首都不会是十大作品 人我便选择了 歌就你们来了 我希望 Gigi和Chantelle的真话的清高 和原来谈恋爱是者摩一回事 可以入到十大 一个有另一个没有 相信两批歌迷 又会骂爆TVB偏心 但两首都入 名额又够不够呢? 千万不要再出现十二首 再来个猪肉奖的话 不如分够一百首算 假如爆炸头和张天库都有 我估计是 我不如和记忆棉 以上的名单 会不会太TVB呢? 有人留言 其实你是否不知道 港台Bang的歌手范围已经非常大呢? 不是乐迷都略之一二 不同平台有自己考虑 有政治上的 有商业上的 各有取向 所以我一直强调 没有一个颁奖礼 可以代表香港乐坛 大家试作多一个节目看好了 反正到头来 大家都只是听自己 喜欢的音乐和歌声 而不会跟着颁奖名单 是听歌的嘛 我是飞天爷爷 一个写小说 写专栏的作者 喜欢画画、听歌、看电视、看电视、看电视、播剧 极度需要存在感和金钱的车锅组 如果大家喜欢我短片的话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按大这个链 下一次更新的话 就会通知你 最好帮我分享出去介绍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今集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 by bwd6